車門的框架 好 我們車門的部分整個框架都處理好了 那就可以拿來當作我們的樣板來使用 那就拿來做我們後葉子板的基準線 OK 那我們後葉子板的部分呢 欸? 我剛好看到我們的神秘嘉賓到了 欸 歡迎我們的神秘嘉賓 欸 馬哥 欸 吳哥 早安 早安 那我們這個後葉子板的部分呢 就交給我們的馬哥還有我們的 巔峰凹痕的吳哥 來教大家如何處理這個後葉子板 巨聲凹痕 OK 交給馬哥 麻煩了 欸 吳哥 一早來就有工作了 哎呀 好 幹掉了 可以吧 對啊 我們順便一起交流討論一下 好啊 怎麼樣做這個凹痕最好 對啊 那我要先看一下 好 你覺得這個凹痕簡單嗎 嗯 好 我覺得 首先看你要怎麼修 客戶的需求在那 他要達到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最後一個標準 我們要做到什麼樣的 大部分的客人都是要求完美組繹痕的人 好 那我還有一個問題 是 這個位置呢 他是沒有更多的孔去進去維修的 是 那麼是否會打孔 這個門我們基本上不會打孔 那是以純拉拔的嗎 不是門 這個葉子板我們基本上是不會打孔 不會打孔 那你是以純拉拔的形式來說 拉拔是最前面 後面我們一定會用工具進去掉 因為豐田它有一個特徹 就是它的這個門扣一定有一個洞 那你說把這個鎖扣拆下來 對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鎖扣拆下來 用那個洞去修一些位置 那也會用尾燈 或者是內飾板去修一些位置 下面應該還會有個工具孔 這邊還有一個通風孔 對 我們會利用這幾個空間去做它 我當然知道打孔是最好修的 但在台灣它是一個非常潮濕的人 就算你的防鏽做得再好 你再塞個篩子 都還是有可能會修 那如果說在台灣跟客戶說 我需要在下面打孔的話 客戶不行 95%不會同意 就說我不會同意 對 那你如果說你這麼想 比如說這個活很多情況下 不打孔是沒法修到95%以上嗎 如果今天真的維修通道不多的話 像有一些車子 像福特的車子 它的後葉子板就封得比較死 我們就會跟客人去溝通 而且有時候會有一點強制性的跟客人說 你不打孔我們一定修過 對我覺得是這個東西 就極前門口服務考 對 還有一個問題啊 因為這個地方有損傷看到嗎 因為它這個傷從這來的 因為我們做拉拔的過程到什麼 就是會有概念 拉掉機器 不過五個 這個東西我們會用冷膠 用冷膠 對 我冷膠做出來之後 可能剩下的我會從這個門口的孔 或者是從下面的通風孔去 那這對冷膠的要求是特別多 對 因為我們在台灣 對於拆件跟磚孔 這兩個是很明顯客戶是不願意做的 所以我們經過這個十年的鍛鍊之後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去解決你剛剛的任何的困難 一開始已經有跟客人溝通說 如果真的在現有的條件下做不出來 我們還是會跟客人說 對 要打孔才會修的條件 如果我是車主的話 如果你會說我不打孔也能盡量去維修的話 那我選擇肯定是不打孔 因為畢竟這個打孔 不論它有影響沒影響 但是我有一種感覺是我愛車嗎 打孔才是不舒服 那你們內地打孔價格比較高還比較低 打孔一定價格要低 對 因為維修簡單了 時間成本低了 那價格在 是 像我在美國修貨的時候 那基本上不用問就是能打孔 所以有一些其實歐汽車他們在後葉子板下面就有一個洞 對 我們有時候也會利用那個洞去修 也不會去特別打孔的 有一些情況 因為它有一個洞的位置上 它不一定 有可能在中間 有可能在其他位置上 那就是工具很重要 對 好吧我們就動工了 好 來吧 好 老吳帶來的膠 Time Focus 巔峰凹陷修復 我跟你說這個東西 Made in USA 是美國製造的 我們現在就把這個膠 熱給大家看 它的威力 昨天我已經試拉一台了 Time Focus的膠 很不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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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用热胶就拉起来啦 Damp Focus Group 当然我们一样也是选择比较强的拉头 因为这里是零线 加上下面还有一个下零线 所以这里的力量其实是撑得蛮实的 我们现在要把它拉起来 可以喔 很强耶 很舒服耶 有没有看到总两颗起来 起来啦 起来啦 不可以再拉 我今天是出于 我今天是一个专业的使用者 的这个角度去评断这个角 好 现在使用下来 我认为这个胶真的蛮厉害的 但是你刚刚看我在用Anson的布袋的时候 它也拉住了 而且我还用力再吹了两下 斤了两下 把这边拉开来 它也没掉 胶的品质不好的人 它其实会弹出来 就是刚刚那个布袋会弹掉 对 在静态持续拉力的表现上面是非常好的 但是 刚刚我们在拉这个爆发力型的 它也适用耶 所以 没话说 好 现在这个风它 车门比较高 这边比较低 好 有两个方法 其实我们可以把车门往下摇 也是一个方法 但是我现在先试看看 把这边拉起来 但我刚刚有试了一下 用这个 LandFocus的胶 有点 不太冷 拉起来 所以我现在 再换回灰胶来试看看 因为工具就是这样 我们要 学会应用 所以我现在用灰胶看看 如果灰胶再拉不起来的话 我就会 试刚刚的方法 把这个门稍微折一下就可以 所以如果可以拉起来是最好的 我真的就是 几乎每天 每天 十几年的时间 都在拉 都在拉 我们也是都在拉 就是基本上能不能拉出来 一看 差不多了 除非拉掉漆了 对 拉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 对 对 有时候你弄到麻麻 很多麻点 那个都是没有靠交拉来辅助 没错 这个技术 而且有一些时候是没有办法 只能用纯拉拔来装出去 是啊 是啊 如果你不想钻洞 不想拆 那就是拉了 对 而且我觉得只有拉拔到最后 才能更接近无痕的找人 因为里面他不会伤到里面的 其面 是 不会伤到管车 差点忘记的是这回家 我等一下要在我们老屋去机场了 等一下我这个拉完 我就把它交给国渊继续把它修完 好 我再回来接手 好 早上马哥已经先把大面积都拉起来了 然后剩下边缘的地方 因为这边非常非常硬 所以我们要供工具进去推 开始一步一步的把这条零线 雕塑起来 再把它雕塑得更漂亮 然后对齐前面车门的那个 线条 我现在用的这一个头 它就是我们说的樱桃头 然后 这个座 它是那个 HIC材质的 但 它最早出的就是 Dain Croft R4 这边有Dain Croft R4 这个头它就是专门拿来装樱桃头的 那有些人也会把它当成一个圆球头 的那个杠杆工具 来推它 用这个去敲击的话 有一个好处是因为 这个PIC材质它比较软 所以当它在 双面夹击在打的时候 这个樱桃头比较不会破掉 那如果是用这个 R4 它会比较容易破掉 不过 并不是说用R4就不好 因为R4它在打点的时候 会比较刚硬一点点 那PIC材质它在打点的时候 就会比较软 所以会有比较大面积的下去的状况 那它就会比较精准的打点 那缺点就是它可能会比较 容易就是把樱桃头弄破 OK 继续敲了 因为现在我在大面积塑形 所以还是有一点点的 面积需要剥料 所以我在打点 还是用软头再打 OK我现在用这个Stand Island的 U45工具 修这个面不顺的地方 你看这个中间有几条线比较粗一点 我就用这个工具来慢慢的雕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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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Blending它不一定是只有从外往里面 从里面往外面 我们也可以将板筋把它打平 这两支工具 Stand Island的U45 他们研发出来修车门 但是 我很意外的 我竟然在这个后叶子板 从接手到现在 交拉之后我就一直用这两支了 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完完全全没有用到这下面的洞 也没有拆到尾灯 也没有把内装拆掉 我就只用这个门扣的孔 进去 因为这个门扣的孔 我们只 进得去 八分之三英寸的 孔的大小 大概一公分 左右的工具 那这一支 刚刚好稍微小一点点 然后进去的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用它特殊的角度 跟它这个特殊的弧度 这样子 把凹痕顶起来 而且我也可以顶到这边 我可以顶到后面 那如果我要顶上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 另外一个方向的 进去以后 然后 把每个地方都把它顶起来 对 不过如果你怕很多尖点的话 其实 我们把它换个方向 下面 用这个圆头 去顶它 就等于是一个 软头的应用了喔 如果我们用这个方向 去顶每一个位置 那就是 已经取代了软头了 对啊 我为了修这个后叶子板 我已经没有再换过其他的工具 而且我现在非常满意 我现在修出来的作品 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一下修不后吧 看到了没 过去了我 有我 马哥 还有美国老吴 我们把这个 DRAV4超严重的 奧魂修复 把它完全修好了 然后 以上的这些 修复方法 然后还有 这些工具的使用 你学会了吗 如果学会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 订阅加分享 谢谢大家收看 这也是 Superior PDR ART 奧魂修复的频道 下次再见 拜拜